江南逢礼归年 唐杜甫 齐王宅里寻常见 催酒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 又逢君 不要小看这二十八个字 这就是一部缩威版的唐玄宗盛衰史 也是一首绝剧版的长恨歌 介绍这首诗之前 我们先介绍几个重要的人物 了解了这些人物和时代的背景 我们才能体会这首诗真正的含义 人物一 李归年 李归年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歌唱家 是唐玄宗首屈一指的林渊弟子 深得唐玄宗恩宠 李归年应唐玄宗要求 请来了精彩绝艳的李白 写下了文明天下的清平调 云响衣长花响戎 春风拂剑路滑农 若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跃下逢 而当李归年为杨贵妃演奏清平调时 为李归年伴奏的正是唐玄宗 可见唐玄宗和李归年当时的关系非同一般 李归年当年的地位之高 在杜甫的前两句诗 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读文中可以得见 人物二 齐王 这个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 以好才爱学著称 亚善音律 齐王李范不仅是唐玄宗的同父异母弟弟 还是唐玄宗的大功臣 当年唐玄宗发动政变铲除太平公主 齐王就领兵追随 所以唐玄宗亲政之后 对这个弟弟自然是高看眼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弟弟太能干了 所以唐玄宗对他也是防范有加 只要有政治人物亲近他 玄宗就会立刻把这个人圆扁边垂 齐王当然明白其中厉害 所以从此不弄风云 只管风月 人物三 崔九 崔九原名崔迪 在兄弟中排行第九 中书令崔十的弟弟 是和高丽氏一样 深得唐玄宗喜爱的宠臣 而崔家也是当时的望族大姓 崔九是出生于唐朝最高的高门 与少年李隆基关系特别要好 后李隆基被发配到山西路州当别驾驶 崔九一送送出二百多里 可见感情是何等的亲厚 那此后历次政治变革 崔九也一直追随李隆基 所以玄宗亲政之后 对他也特别好 每次宫里请客 他都跟王爷们并肩而坐 也就是说 唐玄宗都把他当亲兄弟看待 介绍完人物 我们正式进入主题 先看标题 江南逢李归年 此江南非比江南 和我们今天说的江南与米之乡的意义不大一样 唐代的江南指的是现在的湖南地区 也就是说杜甫在江南碰见了李归年 然后写下了这首感人的篇章 为何是在江南 不是说李归年是唐玄宗宠爱的黎原弟子吗 那不应该老老实实地陪在唐玄宗身边 待在长安城里吗 我们先埋下伏笔 稍后作答 齐王宅里寻常见 催酒堂前几度文 我曾经总在齐王的宅子里看见您 也曾经在催酒的听堂前 多次聆听您的歌声 多朴实的两句 就好像两个人偶遇时打招呼的话 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 但蕴含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杜甫初逢李归年 正值所谓开元全圣日 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 齐王李范和忠书间崔迪 就是最好的证明 齐王宅里 崔酒堂前仿佛是世人随口说出 但在当事者心目中 这是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籍之处 是鼎盛的开元时期 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集中的地方 但是听到他们的名字 就足以勾起世人对全圣日的美好回忆 而一个寻常见和一个几度文 足以说明李归年再给唐宣宗歌唱之余 也常常是王家贵族的座上宾 同时也暗含了少年时期的杜甫 因才华横溢而受到齐王崔迪等王公大臣的邀约 这才使得杜甫能够在这些歌舞生平的宴会中 常常见到李归年 当年正值青春年少的杜甫出入期间 接触李归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 多年过后回想起来 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声名远播的歌唱家李归年 就是大唐开元鼎盛时代的象征 在杜甫心目中 李归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 也是和他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 紧紧连接在一起的 但后两句的画风突变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风春 几十年后的一天 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 在颠沛流离中重逢了 落花流水的风光 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 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 想必二人当时都已惊呆 相互打量着对面这位憔悴的老人 相识却又不相识 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唯有泪千行 这不得不从那场安史之乱 或者从那场极乐之宴说起 安禄山的叛乱 八年的战争 将大唐王朝从繁荣昌盛的顶峰拉了下来 即使最后安史之乱被平息 各地战乱分歧 盛世一去不返 两位同样经历大唐辉煌盛世的才子 如今都是饱长艰辛颠沛流离 又在落花时节不期而遇 握手相逢 这也正好解释了我们开头留下的那个疑问 落花时节既是点名现在的时令 又借止风雨飘摇 山河破碎的时代 两位因战乱而流浪的人 久别重逢 俯金追悉 内心不知有多少胜衰变迁的沧桑要倾诉 又不知有多少人生巨变的凄凉要书法 但杜福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 一切千言万语 心酸热泪都尽在不言中了 也不知他们最终聊了什么 但此时相见应该是永别了 杜福在这一年冬天便死于从长沙到岳阳的船里 而李归年在后来的一次宴会上 唱起怀念过往繁华 思念故人玄宗的相思曲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支 愿君多采邪 此物最相思 在场的人无不潇然泪下 他唱完一曲之后便伤心昏倒 四天后郁郁而终 而盛世的大唐随着一位师圣 一位歌神的殒灭 也同落花一般凋零远去了